爸爸, 到現在找不到歷士和那個雷工 歷士這兩天沒有回公司 公司又沒有人找到他 這件事有點不正常 爸爸 你去哪裡?這幾天打樓這麼找你 爸爸, 你這次一定要幫我 幫什麼? 我要一跌美金救回Janny Janny發生什麼事? Janny他在墨西高外海買了一個裝飾 想去一度假村 誰知道那些黑幫挾持著他 外寶已經過去跟他說錢 他們要一跌美金才肯幫人 這幾天你不見人, 就為了這件事? 什麼地方?我們聽也沒聽過 再說, 綁架是不是應該要報警? 沒用的, 整個島加起來才只有兩個警察 有一個下個月就退休了 那些綁匪簡直是山寨王 我們現在唯一的辦法 就是交贖本救Janny 爸爸, 爸爸, 你把錢拿還給你借 你冷靜點 人家看你這麼順滩, 拿得你一億 然後又要兩億了 不交贖本Janny就會死了 雷公是他爸爸 他也有責任贖回女兒 我會把錢給油股拆住了嗎? 會不會?雷公不肯拿出來 爸爸, 你當我求求你 我的錢一定會把錢都還給你 我一時之間就在哪裡拿這麼多現金 你要雷公自己打算它 爸爸, 你怎麼可以這麼說話 Janny是你媳婦, 你見識你不救? 我不贊成貌貌然拿這麼多錢出來給人 我龍錦威不是開銀行的 我沒有錢借給你 原來你一直都沒當過Janny是自己人 誰呀? 歷史 歷史, 你去查一下他說的話不是真的 阿蓮, 你看認識不認識人 可以聯絡到當地的政府 看怎麼可以救Janny 知道, 爸爸 Max, 這是今天董事會的議程 歷史, 都坐過臉了, 坐回來了 坐過來, 快點, 來… Janny這件事搞得怎麼樣? 沒事了, 外夫拿了贖金去救Janny 他說雷公有錢的, 他不肯拿出來 現在沒事就好了, 你不用擔心了 那Janny呢?他現在在哪裡? 他說在美國休息一下 好, 過去的事別提了, 開會了 行不行? 不好意思各位 今天接龍集團的董事會會議要取消 我下個星期會通知大家什麼時候再開會 你這個瘋人馬漢 突然開門給他閒責人 想開門幹什麼, 真是John吃醋 慢點, 阿蓮, 冷靜點 John, 你用什麼身分進來? 馬上給我出去 我是代表接龍集團新的大股東 向大家宣佈 今天這個會議要改決 什麼新大股東? 接龍最大的股東, 錯了 就知道了, 我受到接龍大股東雷先生的委託 準備重組董事局 所以今天這個會議要改期 好, 再見 什麼?雷公現在持有接龍招過一半的股權? 怎麼可能會這樣? 他最多是拿著我抵押給他那四成多股份 雷公現在還收購以防一成股份? 不是吧, 拿去看看 歷史, 究竟發生什麼事? 你賣了股份給雷公? 我沒有, 我沒有把股份賣給外府 我只是賣給他的朋友而已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雷先生已經持有超過半數的 接龍集團的股份 正式成為大股東 他拿著股份又怎麼樣? 我才是董事會主席 誤到他的外人多事 雷先生吩咐, 再開董事局會議 第一個議題 就是罷免盧錦威先生, 你的主席席位 其實從今天開始 在接龍主席的, 已經再不是大龍生殿 現在雷公抱著股份不放 一時三刻, 我們是不可能拿回接龍 如果連我們也走了, 接龍被他搞成怎樣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才決定忍辱扶重 留下來幫你照顧那間公司 幫我照顧那間公司? 你們有誰不是這麼說的 大龍生 看見你了嗎? 幫我約所有報名主角 今晚在明天的朋友吃飯 他們每個今晚都被雷公約了 那你收拾東西跟我走 對不起, 大龍生 我今晚也有份吃飯 那我答應你, 我幫你照顧那間公司 不要被雷公弄亂 一個月後都是這樣? 大龍先生, 你放心 我會留在那裡幫你看著男子 不會被雷公弄髒的 大龍先生, 當然有 大佳, 你跟不跟我走? 哥哥, 畢竟有這麼多人靠我開飯 不是說走就走 不過你放心, 我會忍辱負重 留在這裡幫你看整公司的 即是不走了 大佳 大龍先生, 我和你一場賓主幾十年 無論如何, 我忍辱負重 都和你照顧那尋寶圖 你們真厲害 我龍感可以每集的算了 好, 你們跟不跟我走? 你自己決定吧 放心吧, 老闆 我會忍辱負重, 留下看著車子 不會被雷公弄髒的 有喜事罪, 就個個露出真面目 沒有個有腰骨的 其他人是怎樣?我不知道 但是我和舅舅舅都不是這種人 責夫, 始終我們站在你這邊 剛才為何不跟我走? 現在我跟他說謊的謊話來騙我 爸爸, 如果我們就這樣走了 雷公中間公司煎皮拆骨 我們都不會知道 當時只剩下一個殼 我們拿回也沒用 你們個個都是這麼說的 你以為個會相信你們嗎? 爸爸, 我連個肝都可以捐給你 你就相信我一次能夠 我只要相信我自己對你 誰是人, 誰是鬼 我看得一清而楚 龍金輝, 你也有今天了 好… 給我睡了 跟爸爸說自己也要睡? 以為自己幾乎有巴基 不是沒有人摸物, 沒有人抱嗎? 見到他這兒子吐進去, 心都吸涼了 對, 見到他擋著你 真是好開心 我多截到, 還是接龍第二大股東 我們在說陶交鋒報道 其實有沒有一個壞人 What's up?